据台湾媒体报道,孟廷伟2014年被曝与经纪人老公张志鹏9年婚姻话下句点,张志鹏随后坦诚,二人在2013年1月签字离婚,原因是彼此个性不合。 而张志鹏旗下艺人张暖雅11月21日爆料,孟廷伟的离婚内幕,是孟廷伟在婚内与小12岁女经纪助理发生多次不正常同性恋性关系,还逼迫张志鹏签字离婚。 张端雅指,孟廷伟仍与这位女同志走在一起,却让张志鹏成了众矢之地,且张已一年多见不到儿子,他表示自己敢说敢负责,并透露同事转发他日前所发的文章后,遭到孟廷伟私信关切,让他忍不住要公开真相。 我相信这么多年来,孟廷伟就是用这样的手法,笼络说买那些知道你丑事的人,他还表示这个社会很不公平,不管我怎么努力就是会被人贴上有色标签,而孟廷伟这样倒貌黯然不把说谎当回事。 对此,孟廷伟所属风华唱片回应,这是一人的家务事,而且一朝在朝很多年了,不想在二度伤害彼此与无辜的小孩,所以就不随波逐流回应了。 记者之电讯息给张志鹏,接位接位回。